军事相关我们来看巴基斯坦购买了36架解放军10C四代半战机 这个讯息呢传出来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智库 双方官方还没有做最后的证实 那美国杂志外交政策说 北京推销兼时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因为包括了价格跟维修 还有政治的国际表态的考量 所以之前也都一直没有这对外 真的推出这样的一个军购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传出 不但买而且买了36架 开始有兴趣 在巴基斯坦 请问一下张哥你怎么看 我必须要提醒 其实这个奸石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一个状况 因为奸石一直在外交市场 这个只有这个就是 怎么讲 听到有这个行情 但是就是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成交 有七八个国家曾经 几乎都是已经传出来要买要买 那每一个没有成交的原因 你知道都是不一样 有的是因为售价 有的是说这个进入市场的时机不好 恰好大量的二手F-16 这样四出你打不过它 另外还有一些政治矛盾 比如说想卖给阿根基 又怕开罪了英国 但是呢 奸石是不是好飞机 确实是好飞机 假如不是好飞机的话 不会说解放军的空军 八一的特级飞行队 用它的就是用了奸石的飞机 而且自己也有两百多架 但是呢 它这个飞机在国际的军备市场 跟国内来用 有时候这两者的问题 不是这个就是不光是价值的问题 而且是还有奸石到价格的问题 所以它在国际的军备市场 高不成低不就 这个定位的非常的尴尬 但是就目前所有讨论的 这个飞机为什么没有成交 有两个盲点 意思是所有的 这个就是战略的评论家 或者军备市场的评论家 没有注意到 就是第一个 到现在没有人从全售旗的成本 来考量 尖石 第二个呢 也没有人从整体候权资源 就是integrated logistic support 这个整个的配套的眼光 来切入来看天使战机 到底贵还是不贵 但为什么此刻传说购买 可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也有关联 我请教过远 现在除了战机之外 还要跟大陆买了 还有这个主力坦克VT4 7月1号要正式的 7月1号正式的成军 那我想请教 因为印8之间的冲突 跟恩怨已经这么多年了 百年的历史 那会不会在这一块变成 Main in China武器的一个 实证的区域 另外我要跟你就教 就是之前讨论过 中国大陆如果对巴基斯坦的军售 或者是交流更深的话 对于自己本身 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会更差一点 不巴基斯坦可能是他的筹码 让印度可以节制 因为36架 印度刚好就是买了法国36架标凤战机 怎么那么巧呢 它卖给巴基斯坦的主战坦克 刚好就可以击穿印度的主力坦克 都刚好算得刚刚好 所以那个针对性蛮明显的 那这个当然就是 你如果要在这个中印边境找麻烦 那我就在你的后院找麻烦 那如果大家要 大家要不要这样来搞这种军备的竞赛 在你后院军备竞赛 那大家就好好谈一谈 所以你认为基本上就有连巴制印的一个战略 事实上已经用很久了 用很久 那这一次你觉得 那自己本身 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的关系的改善呢 这个是印度一直不愿意改善 因为事实上他们军方已经谈过了 那只是印度又加派了军队又到边境 所以就是他始终不退 就是他退得非常的慢 然后一下子又增加了新的人手 目前的局面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王毅跟印度的外长 在塔吉克做了会面 王毅最近出访了中亚三个国家 当中在塔吉克跟印度外长见了面 王毅说中印边境的问题呢 中方愿意谈 但责任不在中方 那印度的外长说 对峙持续对于我们双方利益都不符合 感觉态度比较相对放软一些 陈老师你来看 刚刚讲到北京现在连巴制印 那眼前战略如何 我想北京的战略就是说 在印度不想再退让 在边疆上的领土上不想退让 而印度上是因为死了不少人 摩地也不可能有退让 所以双方就僵持在这里 那么美国其实也乐得看到 这种情形发展 因为对于美国有利 对印太战略有利 那么巴基斯坦其实多年前 我记得以前教授的时候 看到巴基斯坦是东南亚公约的国家 演习来常常是带头的 但是东南亚公约里面 非常活跃的一个分 但是呢 真几何时呢 印度从这个不结盟国家 变到冷战末期清俄 到清苏联 那现在又变成一个跟美国联手 国际政治上的变换 可以看得很那么快的变化 那么巴基斯坦则从冷战时期 是反共的一个国家 就现在跟中国大陆在一起 那么最近呢 美国卖给 送给巴基斯坦一堆疫苗 也是在受原计划 COVID受原计划中 但是呢 要求呢 巴基斯坦呢 是让美国的这个军队能够进驻 巴基斯坦被 巴基斯坦拒绝 当然这个时候巴基斯坦要表态 要向中国大陆买很多武器 再提到这个 刚才张静雄没提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中共的飞机为什么不好卖 这很少人知道 因为它冶金技术太差 别人 别的飞机 比如说俄罗斯的飞机 飞1000小时 中共大只能飞600小时 所以以前有一架 有一次这个俄罗斯的飞机 四架送给 卖给中国 就是苏格海的35 结果四架 中国大陆一打开来 发现引进是用金属焊起来的 不让它模仿 但是中国大陆后来成功地把它打开了 但是还是没有 因为俄罗斯的已经做得好 所以这个中国美国际市场不太好 这是它的原因 就是眼睛技术还不够到位 那么这个至于呢 这个王毅呢 到等等我们还会提到 阿富汗的问题也会提到 这个就是到了中亚呢 它是为一带一路铺路 因为一带一路呢 这个在中国大陆 其实推动了很多年 现在面临新的对手 美国也要搞基建 这个欧洲也要搞基建 基础建设 那么现在呢 新的对手了 所以王毅要拉拢他的 这个但是这个在中亚的这些国家呢 又跟俄罗斯有关系很比起 所以等等我们谈到阿富汗 我们再谈到美俄中 这个三边的这个矛盾 不过等一下我们还要稍微补充一下 包括了你刚刚提到 中国大陆的冶金技术 然后战机的制造 最近刚好在土耳其 有一个国际联合空战的演习 骁龙战机表现还出乎大家的意外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江金大哥 我简单补充一下 事实上印度跟巴基斯坦 是有点国际形势上的逆转 对 所以印度本来是亲苏联的 那巴基斯坦也是亲美的 那可是后来因为开始逆转之后 因为巴基斯坦跟印度就杠上 都发展核子武器 所以美国2014跟2016 拒绝卖F-16给巴基斯坦 所以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它才慢慢转向中国 比如说决定跟成都 成飞来共同发展 那个骁龙战机 然后中国也愿意 把它的生产线整个移过去 那个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它本来是亲美的 骁龙跟那个飙风战机的数字 互相PK 等一下告诉大家结果如何 不过风景姐跟你请教 外交加专文做了一个分析了 因为印太包围中国大陆 巴基斯坦的角色 势必会被凸显出来 因为接下来北京更需要 巴基斯坦在签置印度这一块 拉拢它 而且要通过巴基斯坦 跟阿富汗的塔利班 能够接上头做更多的沟通 避免升学士跟新疆独立运动 做结盟 你怎么看这个中巴战略深化 它的影响力从南亚衍生到中东 巴基斯坦对中国大陆来讲很重要 这个其实是从过去到经验里头 它就已经很重要 在一带一路当中 它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中国大陆如果要直通到印度洋的话 其实巴基斯坦的配合度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说中国大陆 不管它在发展南亚政策 或者是发展中东政策 这件事情上面 一定要依赖巴基斯坦 才能够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可能小看了 现在中国大陆在外交上面 所建立的个别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的连结度 我们讲中东政策好了 那么对于 你刚刚讲的这个 南亚政策的部分很明显 就是你要避免印度 成为中国大陆的外患这件事情 连巴制印 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但是印度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从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决定于 印度内部经济到底好不好 你们有注意到吗 当印度内部经济很好的时候 其实中印之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莫迪声望高到天的时候 其实中印之间没有任何的事情 莫迪跟习近平的关系 可以好到麻吉麻吉的不得了 但是一旦印度内部的经济发生了问题 这时候中印之间就会出状况 因为印度它解决它自己内部 很多的问题的时候 让它无法解决 它就必须要把箭头指向外面 那外面最容易制造的一个敌人 一边是巴基斯坦 一边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 印度有它内部上面的一个情势 这个恐怕在外交上面 能施力的有限 那至于中东政策的部分 到底北京在中东政策上面 它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它的战略目标其实很清楚 两个 一个能源安全 另外一个新疆稳定 就是八个字 能源要安全 然后新疆要稳定 所以能源安全的部分 我除了俄罗斯之外 我一定跟中东之间 要保持极为良好的关系 目前为止它是最大的采买国 第二个新疆稳定 所以穆斯林兄弟们 必须要能够支持 中国大陆的新疆政策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你不觉得王力这几次的出访 重点其实都放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否则它干嘛要跟伊朗签25年的协议 它跟沙拉伯地阿拉伯谈的是什么 它跟土耳其谈的是什么 我是在看不出来说 它非要经过巴基斯坦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事实上它自己正在 努力地跟每一边都去建立 这两个最大的战略目标 而且这两个战略目标 它不用牺牲任何其他利益 它不用牺牲别人的利益 其实彼此之间是一个互利 双赢的一个局面 所以对于 我觉得中国大陆 其实现在在阿富汗的问题上面 它反而显得小心翼翼 因为相对有风险 因为变数太多了 塔利班政权其实早就已经跟中国大陆接的同意 不是透过巴基斯坦就可以接得了头的 但是塔利班内部的情势太过复杂 变数太多 中国大陆恐怕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地 百分之百相信塔利班 所以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我们等下回来继续聊 塔利班马上回来